新聞消息來關心 我們台灣六十五歲以上的 失地症人口大約十八% 為了要讓輕度 失地症犯價也可以回到 工作中 路動部隊 日空一年開始推動 失地借業主業業 希望透過國際合作 打拚 現在對這部 十四個 設計工做成端 還有導入活動 協助輕度的失地症犯價 也可以完成他的工作 因為讓他們有台資者 回到工作中 能夠減慢惡化 無人今年一包一包的民間 五十五歲阿鐵 今年又是一間科技公司的主管 但抗議二十萬年後 六十出現的工作 不記得中庭有遇很傷 今年只要退出這場 今年三位分比幹頂出 遞到少年性的失地症 後來透過後來就讓中心的協助 九位外交民間 跟人家做記者的工作 我無聊 沒辦法 後來就讓中心表現 雖然阿鐵中心在這場後 有這個工作最多單純 但我們面也會出現 或是不要做什麼 事情就有完全一般的困境 有到阿鐵的工作過順利 就讓中心因你這部在設計 透過的工作清單行都最貼品 來這裡做阿鐵的工作過順手 許多人以為失智以後 就沒有辦法再工作了 那其實我們輕度的失智者 只要經過認知功能治療或訓練 還是可以持續在職場上發揮所長 那適當的繼續工作 也有助於延緩病程的退化 老同日發電所分架人分數表示 老同部在2021年一月分 臨臨死至此就要提供家威 希望可以透過多方位合作 條件適合貫荷環境和方法 參加客庭博弈領力 破除Kia對世紀家的K-Pan英雄 讓青島的失智環節 可以重新等的設定 繼續有年沒的